尝了一个之后突然不想送人了 这些是600克巧克力 切成那种不太贵准的小块 不要太小 330块的核桃 你们买核桃的时候不用买特别贵的 就这种偏碎一点的就行 便宜 反正你也是得给它剁得更碎一些 还省份 黄油十分软化 就从这样养过之后就养成了及时泡保鲜膜的习惯 黄糖225克 白糖150克 混合中一只泡加鸡蛋 两个鸡蛋分两次加进去 小鸣抽泡再加鸡蛋 不用怀疑这就是我们家的电饭锅内的 一斤面粉645克 小苏达6克 泡达粉6克 把这些粉给它混合均匀 把黄油和糖都糊糊倒进来 拌到这种没有干粉的状态 把所有的巧克力 还有核桃 都嫁进去 继续把它给拌人 终于到了 俗形的阶段 把它分成170克一个劲 这个曲奇感觉一个 蛮弄或者窝头的打小了 这个是冷藏了一个小时之后的样子 不用摁扁直接瓦在袍里 像一个放大板的曲多的窝 比我的拳道还大 这男人还俊厚 这真的是放十足十的量啊 瓦大零馅的呢 好喝的好酸啊 这是一个外脆里软的口感 我觉得我这个甜度 我吃正好啊 如果你们喜欢吃甜一点的 就换成百分之六十以上的 不然待会儿它真甜 不然这个放到第二片 会不会变成那种 纯软的曲奇 但我觉得热乎乎的 麦克里软的时候 就这种口感就很棒 好喝